死神动画最新一集在本周早些时候 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其中包括一直期待的一幕 就是一户从凌王宫回来 及时救了更目剑八 因为剑八在一次埋伏中 被女团班逼残忍地殴倒 但究竟班逼是谁或是什么 这个有钱女性的组成的小队 究竟有个特点 她们在能力和故事中的整体影响上 如果与其他新十字骑士团相比 她们在故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聚焦班逼子女性团体 虽然她们是反派 但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在我们开始视频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请确保现在就订阅 以获得每周更多像这样的死神内容 如果你在看完视频后喜欢她 请记得给予赞号 以支持我和这个频道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班逼是由五名灭雀师女性组成的小队 每个人都是新十字骑士团的成员 据称邦比艾塔巴斯塔拜英式领导 因此得名班逼斯 尽管邦比艾塔是她们自封的领袖 但小队中的其他成员 似乎并不真正尊重她 甚至可能不太喜欢她 而且她们似乎不太可能认为 她是她们的领袖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 她们只是让她这么认为 以取悦她 因为邦比艾塔 以情绪反应不可预测而闻名 就是有点小神经这样 有趣的是 班逼斯个名字 在原始作品中从未被使用 是九宝在事后的讨论中使用的 所以有些人并不知道她们是个团体 同时她们之间关系也不清楚 表面上她们似乎是朋友 尽管如此 她们中的任何人似乎都不关心 在动画版中明确表明 被打败的新十字骑士团成员会集结起 然后有哈巴赫命令将她们送上刑场 有哈巴赫不允许失败者 邦比艾塔被伯村佐镇打败后 如果她不死就会遭受同样的命 于是吉塞尔试图拯救她 免受这种命运的折磨 将她改造为僵尸 她们经常团结在一起 很少单独出现 除了某些特别的情况 接下来我将会介绍她们的能力 以及她们后续的情况 邦比艾塔巴斯塔拜音 邦比艾塔圣文字为一 象征能力为暴击 邦比艾塔性格特别残忍 这一点从她在屠杀敌人时 欢呼雀跃可见 她甚至不择手段地 攻击她的男性部下 以发现自己的挫折 有时甚至会将她们带进她的房间 进行特殊解脱 然后毫不怜悯地杀死他们 邦比艾塔能力是暴击 她的爆炸攻击无法被阻挡 因为她的攻击 不是由零子制成的炸弹 所以她可以将接触到的任何事物 变成炸弹本身 这种能力允许进行全方位的攻击 因此邦比艾塔实际上 不需要瞄准对手 就可以造成重要的区域损伤 此外她可以在她周围产生爆炸能量 这个能量向外散发成一个大球 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在第二次入侵中 她与伯孙佐镇和平子真子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然而伯孙已经掌握了一个秘境 以换取一段时间的不死之身 后来的代价就是变成一头畜生 伯孙利用不死的优势 解放万解黑绳天谴明王 断开生意 她将邦比艾塔逼到绝境 邦比艾塔焦急地在近距离 爆炸了黑绳天谴明王 然后被自己的爆炸击中 最终被近距离的黑绳天谴明王斩覆 白因几乎是自我毁灭 她的伤势如此严重 以至于无法站起来 然后出现了其他成员 基赛尔表示 他会帮助他在脸上画上影子 然而邦比艾塔含着眼泪拒绝 说着不 基赛尔仍然将邦比艾塔勒死 然后将他变成了僵尸 李托托是故事中身高最矮小的角色之一 尽管身材短小 外表儿童般 但他的能力是最可怕的之一 李托托能够拖开和伸展他的下巴 让他变成像蛇一样的附属器官 实际上可以咬下对手的一口 贪婪通常被视为七宗罪之一 是七宗罪中基本人类能力的恶性变形之一 他使用这种能力 对付了数名未居民的第十一队队士 一口气斩首了他们 贪婪的能力 似乎也赐予了李托托一个永无止境的胃 因此他经常在吃东西 虽然这不是他能力本身的直接结果 但李托托在举止上 经常保持着一种无动于衷和单调的态度 在袭击各目剑八之后 幸存下来的李托托 减入了一场混乱的战斗 与护听师三队的队长和副队长们交战 突然间罗伯特出现 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罗伯特声称 由于尤哈巴赫已经放弃了我们 所以我们被认为在未来的战斗中不再需要 李托托虽然不理解这一说法的意义 但对于新十字骑士团的资深成员罗伯特来说 尤哈巴赫的可怕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并且他告诉他们 被认为不再需要的新十字骑士团 将成为尤哈巴赫圣蝶的供品 与此同时 当尤哈巴赫启动了圣蝶时 罗伯特被光线包围 化为白骨病死亡 李托托紧抓着吉塞尔 在这一刻李托托仰望凌王宫 不知道他们到底为尤哈巴赫的什么而存在 后来李托托和吉塞尔从圣别中幸存下来 他们不能容忍尤哈巴赫的背叛行为 在漫画623 于是幸存下来的灭雀师决定协助死神 然而在漫画635 李托托刺穿腹部的样子出现 而吉塞尔则倒在地上偶靴不止 看起来已经失败了 米妮娜麦卡龙 米妮娜圣文字体 象征能力为力量 米妮娜是一位有礼貌 甚至可能很有善的星石子骑士 她的特殊能力似乎与她的外表相矛盾 她被赋予了圣文字体 她的能力非常直接 赋予她惊人的身体力量 尽管她对医护的攻击没有造成伤害 但米妮娜只用两下就能把她打飞 她的粉红色头发 红棚裙子 手套 腿套 可爱的声音和冷静的说话方式似乎与她残忍的杀害敌人的方式完全相反 后来参与了与护停十三队的队长和副队长的激战 并进入了完美圣体状态 后来佩佩瓦卡布拉达 控制米妮娜将力脱脱欧成重伤 然而这也是米妮娜在主线故事中的最后一次登场 关于米妮娜的生子 根据漫画603话 似乎她被佩佩操控后被力脱脱击败 所以她应该还活着 但最后她再也没有出现 加蒂斯的圣文字体 象征能力为雷霆 在班毕生 最性急的是加蒂斯 她非常关心自己的外表 并确保打扮得极具挑逗性 由于她火爆的个性 加蒂斯似乎最积极地试图击败一户 他们袭击了身受重伤的购目剑八 但由于来自凌王宫的黑旗一户的出现 他们未能给剑八最后一击 加蒂斯迎战黑旗一户 并释放出巨大的雷电 但这只是被一户的月牙十字冲锁底下 她不仅没有成功 还失去了左臂 然而她的左臂在吉塞尔的能力下得以重生 后有哈巴赫发动圣别携手 被判定非必要存在的新十字骑士团成员 随即失去灭雀石丸圣体与力量 濒临死亡 吉塞尔的圣文字体 象征能力是僵尸 她的能力使她能够透过使用她的血来控制敌人 她可以在引诱敌人发动攻击后 使用这个能力 她相当娇小 拥有黑色的头发 头顶上还有像天线一样的凸起 使她看起来像蟑螂一样 她假装虚弱 性格相当滑稽 因为她还没有真正认真对待过任何事情 像一位巫师一样控制生者和死者的能力 在任何反派中都令人恐惧 然而吉塞尔对她能力的运用计划机又令人不安 正如在对抗一户的战斗中所见 她能够重组死者的肉体来治愈她的同伴 更不用说她自己的迅速在生了 后来经过尤哈巴赫的圣别 她幸存下来 她为了报复尤哈巴赫而协助死神 进入凌王宫与厚利托托 一同刺杀尤哈巴赫 拼尽全力也无法杀死尤哈巴赫 后来被尤哈巴赫被击败重创 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班比是否真的是最强 被称为最强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幸存于尤哈巴赫的圣别 圣别是灭雀石的筛选 和掠夺灭雀石力量的仪式 通常会导致灭雀石完胜体无法再使用 甚至可能丧命 尽管班比的力量被夺走 但他们幸存下来 这在受到圣别的人中并不常见 生还者的存在证明了 班比确实堪称最强的证据 他们被认为最强的原因之二 是能力平衡非常出色 灭雀石通常以弓箭为武器 擅长远距离战斗 但他们对各种对手都游刃有余 例如邦比艾塔可以进行强大的 往返范围攻击 加蒂斯能够进行 比弓箭更强大的远距离攻击 并且还能够应对近距离战斗 米妮娜的近距离攻击非常强大 利托托可以捕食敌人 来进行应变性的战斗 如果敌人众多吉塞尔可以撒血 并让他们变成僵尸 逆转局势毫无问题 总之他们擅长应对多种情况 除非面对极强的敌人 否则他们几乎不会输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被誉为最强的女团 但BBC星十字骑士团中的设计 显然与众不同 再加上都是可爱的女性角色 因此即使是敌人 他们也非常受欢迎 然而在正片中 由于他们都被认为已经死亡 因此不太可能再次登场 但在小说版中 他们再次现身 而且表现出色 巴斯沃德在有哈巴赫沉睡后 向直属的圣兵下达了 将利托托等人 与其他负伤的圣兵们 回收病治疗的命运 这让BBC粉丝重新振作起来 唯独邦比艾塔 在正片中确实被确认已死 但这本小说中 他们的表现以及回忆等 都以不至于冗长的方式呈现 让粉丝们再次欣赏到他们的互动 这种情感和氛围 我认为只有亲自阅读小说 才能真正体会到 即使没有黑漆一户 这部作品也能够享受到 BOOIT的世界观 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作品 它几乎解释了 失魂界的历史 和玄伦味觉的情节 非常值得推荐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阅读看看 那么你对于 这美少女女团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谁是当中最强硬 你们最喜欢那个女生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